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两个软件从哪儿下载 虽然我给大家发过去 大家不能到时候工作之后呢 还拿着这两个软件 淘着天天都跑 两个软件丢了干嘛点活了对吧 不应该是这个状态 那这种软件软件从哪儿下载呢 下载位置呢就在淘宝 记一下 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在这里面呢大家看到这里有 很多软件比如常常的 发动器S也有 Chrome Driver也有 然后呢Opera Driver 这肯定是Opera连软器对应的Driver 对不对 它能够被三个软件来驱动 然后呢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要找最新的对应模 电脑版本就可以了 比如说最下面 这是Windows的对不对 然后MacOS 还有这个Ninux 都是有的哈 你想对应平台上面下两个下 然后点下来之后呢 它是个压缩文件对不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Chrome Driver 这地方也是一样 Chrome Driver这里呢 也是一样 我们找个最新的 比如说最新呢 是中间这个 这个对不对 2018年1月10号 对吧 今年的 等你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有 Linux的 Mac的 还有Windows 312的 Windows 312呢 是能够在Windows下驱动的 好像是可以哈 但在Windows下面呢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建议大家呢 想可以尝试 但是呢 如果不行的话呢 就换成Ninux版 那这样就可以了哈 那当我们下来之后呢 它都是压缩版的文件 对不对 压缩版的文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解压 解压开了之后呢 比如说这里的FontumGS 解压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夹 在这里面呢 bin下面呢 有一个FontumGS 对吧 这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可执行文件 放到哪个地方 给人家就装好了呀 放哪就可以了呀 userbin对不对 放到userbin 或者userlocalbin下面就可以了 那么对应的chromedriver呢 也是一样 那chromedriver 我们现在玩完之后呢 比如说 这里的压缩版的 然后对应的它直接解压出来 就是一个chromedriver 对不对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放到userbin 或者userlocalbin下面 就可以装好了 那装好之后 如何判断我们 是否真的装好了呢 我们可以通过输入 比如说FontumGS 刚刚为人 查看一下 这个版本号是不是可以了呀 查看一下这个版本号是不是可以了呀 如果它是否可以了 如果它版本号能够出来 说明这个软件 肯定装成功了 如果它不能出来 说明就装失败了 对不对 所以chromedriver也是一样 然后杠杠为人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的 这两个软件都装成功了 所以大家呢 等一下下载下来之后呢 就简单直接 粗破的方式呢 就把它移动到userbin 或者userlocalbin下面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不想移动过去 那可以怎么办呢 在我们的科技科目呢 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把它解压下来 解压之后呢 把文件夹移动到userlocalsrc下面 然后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fantumgs 我移动到userlocalsrc下面的fantumgs下面去 那到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userlocalbin的fantumgs 这是userlocalbin这个环境边缆里面 对不对 它下面的fantumgs呢 和userlocalsrcfantumgs下面 bin下面的fantumgs 建立一个软链接 软链接怎么建立呢 r1-sf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建立一个软链接了 那到时候我们用的fantumgs 其实真正用的是什么呀 userlocalsrc下面的fantumgs bin下面的fantumgs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地方能够理解吗 可以理解对不对 那装好之后呢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 刚刚微软来检查它 是否能够 是否装好了 那我们这是装了fantumgs 对chrome driver来说 也是一样 可以通过建立软链接的方式 来安装 都是一样的 这个安装内容还有问题吗 可以来尝试一下 那在windows下面呢 其实是不用装的 在windows下面 不用装是怎么装的 不用装怎么用呢 在windows下面 我们用的话呢 是 比如说chrome来说 我们看它的圆码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executable path 对不对 我们在windows下面呢 我们指定一下 我们把chrome那个文件夹 压缩包解压之后呢 指定一下 chrome driver在哪个位置就好了 比如说在地盘下的chrome driver 文件夹下面的chrome driver.exe 然后放在那就可以了 指定一下位置 就是在windows下面 可以不用装 直接可以用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呢 他会选择去使用命令装 而pipe去装 装到时候呢 可能会有些问题 用不了对吧 这个是因人而言的 有的同学装号能用 有的同学装号不能用 那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下载 在这个地方的可执行文件 运动过去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可能在大家装上的时候呢 会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chrome呢 driver呢 它是和我们周面环境下的chrome呢 有个对应关系的 就是当我们周面环境下 chrome driver 它版本太低了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太高了 它就会爆错 其实我们这个版本号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把chrome driver降级 或者说 把我们的chrome的升级 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由于我们用的chrome driver最新版 那么我们的chrome的流卖器呢 也需要是最新版 理解吗 中间到时候大家用就可以发现了哈 这是关于如何去安装 嗯 嗯 嗯